ERICA XLC出了幾天 我們有客人的問題 怎樣? XLC和Nighton有什麼分別? 美白是用哪一種? XLC 維他命C的美白效果很好 因為它可以抑制黑色素 而且有抗氧化劑 又會清除現有的黑色素 但要記住 維他命C是重要的 所以任何皮膚都要塗 所以不論你想不想美白 XLC都是要用的 但如果面對一些比較強橫的色斑 就用Enlighten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激退黑色素的分數 效率 維他命C是27分 Enlighten的寡態是47分 所以一些難去的斑 積了很久的斑 深色色素 用Enlighten的效果會更加好 這個就是XLC的最大好處 就是孕婦都可以用 因為杏仁酸雖然是果酸 但它是滋溶性 所以它是很慢很慢地在皮膚的表面 果酸為何孕婦不能用 因為水溶性太快太刺激 而癌藝酸就不是果酸 而是溫和酸性 孕婦都可以用 如果你不相信我說 好,問多Terry一次 可以嗎?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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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C的效果 XLC的效果 聽完mini-peel是立即想試 因為mini-peel是很強的美白和去角質的一個療程 平時怎樣用XLC呢? 早上都是洗臉用Ultra Cleanse 然後我就一定會用Lucidon 因為皮膚會光澤一點 之後吸收XLC又吸收得好一點 然後就XLC 接著就是一些不重要的Serum 例如Super Serum、Enlighten這些可以XLC之後用 接著就塗防曬 其實都沒所謂 不過這麼強的抗氧化劑 朝後早用就會有好處 因為你朝後早出街面對很多污染物 紫外線、紅外線、任何的自由機 你都會接觸多了 所以朝後早用就可以 除了美白和增生骨膠原的功用之外 打自由機都會更厲害 晚上就My Solution下妝 Ultra Cleanse清潔 然後就用Dermalatik 抑生菌抑生源的精華 不要忘記了 然後就用A和B 如果你說真的很想用C 你晚上加D也可以 因為這個C XLC是沒有酸鹼性的問題 用完A和B之後也可以用 然後再加周邊的精華 你有需要眼產產品也要加 然後就晚霜 Reclaim 然後就分架 我覺得兩個都是很薄的 可以試一試 這個是XL-B 這個是XL-C 我反一反手 看看它們哪裏留得快一點 如果真的要說XL-B快一點 我覺得XL-B摸起來就會水劑一點 但XL-C其實的 spreadability 就是一樣的 還有吸收我又覺得兩邊都差不多 想第一時間知道Mimimimark的限時優惠 新品介紹和不定時的試用互動 立即跟著示範在Facebook設定搶鮮汗 Mimimimark